學長,身為今天的主持人 你知道外景小組為什麼要來我們五三公兵群嗎? 當然知道啊 除了我們單位的戰力堅強外 而且跟李偉銘士官長有很大的關係喔 沒錯,就是榮獲一百零九年國軍楷模的李偉銘士官長 我們倆能夠站在這裡,可都是沾他的光呢 李士官長平時秉持言語利己 歡迎待人,主動服務的精神 在去年執行南方號跨海大橋救災任務中 不僅身後長官的心聲讚賞 更是官兵學習效法的對象喔 不瞞你說,我也是經常受到士官長工作上的關心與照顧 這次他能夠獲獎,真是餘有榮焉 是啊,等等士官長就要與上位來自陸軍 不同單位的國軍楷模 一同在節目中暢談 各自工作崗位上的驕傲與認同 哇,可說是各陸英雄齊聚一堂啊 話不多說,趕快一起來收看 我從軍,我驕傲 生命旅程中有動有勁,有生命力量的發揮 也有人事百態的不同體悟 日常生活難免會有苦辣酸甜 在軍旅途中也是一樣 這個單元我們將透過一杯五茶的時間 與您分享幾個小故事 有幸福快樂,也有艱難困頓 我們結成歡迎您來分享屬於您的軍旅風情 咖啡煮好了,您有故事嗎 好,接下來我從軍我驕傲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四位官兵弟兄 他們四位就是剛出爐的國軍楷模 一一來跟我們分享 國軍楷模的光榮事蹟 我們也為大家一一來介紹 首先我們歡迎的是五三公兵群的司官長 李偉銘,偉銘你好 主持人好 還有我們四三炮的中校組長 陳玉文,玉文你好 主持人好 還有我們陸勤部的上士 許正訊,你好 主持人好 以及我們這一個馬房部的 征玉旋上邊,玉旋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四位各自在軍中 都有非常特別的事蹟 讓他們來告訴大家 在軍中當中成為國軍楷模的事蹟 首先我們請教的是文明 我們知道這個南方澳斷橋事件 大家印象深刻 在新聞畫面當中看到那個畫面 都覺得非常的震撼 但重點是在於後續的這個救援的工作 靠的都是我們國軍官兵弟兄 去包含架設、包含清除、包含救人等等 文明當時是從事什麼樣的一個工作內容 我當時是開著我們後面的浮門橋車 再從南方澳的軍港裡面 我們下去之後 在水面上架設一座平台 跟水下作業大隊一起合作 來實施橋面的切割作業 對 對 我們連夜把這個任務把它做完 因為這橋面原本是卡在水上面 是 那當下你應該是 算是第一次看到這種場景 是 有當下被那個橋 因為橋斷裂在那個 算是漁港裡面 那看到那些橋蹲啊 那些都不見了 那我心情滿緊張的 因為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情形 所以就趕快跟弟兄一起把這個任務 趕快去把它完成這樣 那當時在因為這樣的任務被推選為國軍凱 那你覺得在實際從事操作的過程當中 跟平常訓練的時候 那是不是有哪一些不一樣 在平常訓練的時候 我們只有在石門水庫 及工訓中心的人工湖實施岩 那是屬於是靜態的水域 那我們這次出去的是在漁港裡面 是屬於有潮汐啊 有浪的這個情形下 水流有在流動 是 有在流動的 那我們就在這種漁港內實施架設 對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海面上實施架設 對 所以等於是說把平常所學 在這一次實際的任務當中 做了一個很好的發揮 是 那不同的水域 以及不同的這個工作內容 讓你能夠好好的展現平常受訓 我想就是這一次 怎麼士官長獲犬成為國軍凱模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教 就是我們裕文組長 裕文組長這個經驗也非常的豐富 包含你過去擔任營長期間 還有包含你在演訓期間的這個任務 這個操演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一次國軍凱模的事蹟 好 那我主要之前的職務是擔任營長 那在營長任內 我也帶著營上有下過基地 那甚至平常在駐地 我們也有在做這個 災防預製兵力的一個任務 那像在基地任務的部分 在全營官士兵的努力之下 那我們在基地也拿到了一個 極憂的一個成績 那災防預製 因為我們的駐地是在岐山 對 那岐山比較屬於這個山區的部分 是 所以往往因為颱風或大雨 我們就要先把兵力先去 災防預製典先做預製的動作 那甚至要幫忙這個驅風所做這個 居民先期撤離的一個任務 那我想這個種種的一些任務 我想都帶給我很大的一個成就 在基地任務以及災防預製的這個任務裡面 剛好可以展現出我們身為軍人 剛性的一面以及柔性的一面 這個是標準的剛柔並進 是 所以這個育文的工作不簡單 一方面又要考核 所屬官士兵到底有沒有好好的做訓練 但是遇到百姓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見得說這樣說人家能夠馬上理解 對 是不是他要施展一些統領心 對於這些長輩的這些民眾的部分 對 就是要從站在他們的立場 那這樣子做 那對他們會有什麼的好處 那對他們的這個人生的平安 可能就是必須從這個方面來對他們來做一些勸說 的確這個剛柔並進就是育文的長相 難怪會當選國軍楷模 好我們接下來的這個國軍楷模這個藥相 哇不得了了 所以所謂的所謂的設備當中非常重要 如何讓設備完整發揮功能 這個是證訊的拿手的這個功夫 來跟我們講一下你在單位當中 擔任這個重要的工作的內容 主張好 那個我們在所內就是 UH60M上的那個新型的通信裝備 我們去年是實施四個主件版的維修 對 那主件版就是電路版 那我們就是先進側台 然後人員再實施訓練這樣子 這個如果壞掉的話 最嚴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它是通信設備 顧名思義 它就是飛機跟飛機上面的傳輸 對的通信 還有飛機跟塔台 然後它同時又可以有 語音及數據傳輸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功能算是非常齊全 然後傳遞的距離也非常遠的 一個通信氣程 這個在維修上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這個難處的部分 它的難處其實在於 就是電路版其實還滿精密的 那我們需要從每塊的電路版裡面 去實施量測 然後就是測出來 最後還要裝到主機上 再去做通聯測試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的工作聽起來都在室內 但是跟各位觀眾講 在室內一點都不輕鬆 不要以為在桌子前面處理 不用像其他還要在外面流汗 那不一樣 你這個是攸關整個這個機型 能不能夠對外通聯 一個關鍵的零組件 對不對 是 所以一旦失效的話 那對外通聯失去了它的意義的話 那麼這個戰力是大大的減少 所以這個是一個在室內 但是它必須要投注很多精力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 訪問到的是我們這個玉璇 玉璇這個在馬房部 在離島 但是你這個獲選為國軍楷模的事蹟 是在本島發生的 是跟劍易永遠 所謂救人有關的 在救膩的情況 玉璇來跟我們講一下 當時的情況 那天就是我跟我朋友去 伊朗的金月瀑布玩 其實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 所以我們所以只是逗留一下 就準備要離開了 因為前天好像剛有大雨吧 下雨 對有下雨 所以水流滿端極的 然後就看到另一組遊客 就是一個大人帶幾個學生這樣上來 在我們準備離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好像要跳水的感覺 對 就覺得怪怪的 對 又有點不好的預感吧 然後就留下來看一下 對 結果就看到悲劇就發生了 他是跳下來之後呢 你有看到他跳下來嗎 對 我看到他跳下來 就被水流拉下去 所以你看得到是水流不斷的旋轉 然後兩個人在裡面 對 兩個人在裡面 對 兩個人在裡面繞圈繞圈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 我就想說 因為我離他也有點距離 對 我就趕快過去 可是來不及了 他已經被拉下去了 對 兩個人就不見了 然後我想說 哇 糟糕 對 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就過沒多久之後 就看到他的 當下應該算是休克了 跳起來 我就趕快下去把他拉上來 對 然後趕快CPR 過程十幾分鐘了 對 之後還 有壓到他有恢復呼吸心跳 對 雖然說 他恢復心跳的時候也是很脆弱的 然後整個就是 因為你這樣子的建議 讓他從這個鬼門關前 把他給拉回來 算是他走了一招 對 其實這個 要不是你當時這個晚一點走 這個有一點預感 稍微挺久一點 看到這個事情發生 而這個奮不顧真是救人 可能悲劇就發生了 不過也正因為 你有這個警覺性 當然也正因為這個浴穴 這個在第一時間的判斷 救了這個民眾一命 這個就是我們在休假期間 我們國軍官兵弟兄 仍然不忘 任何跟民眾互助的這個可能性 正因為如此浴炫 這個做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示範 難怪會成為國軍楷模 所以這大家都非常的謙虛 但自己每個人對對部 都有非常明顯的貢獻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說 每一個人在背後 一定會有家裡的支持的力量 讓你在前方 你能夠安心的去擔任 保家衛國的重責大任 家人的力量 我想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家人的誰 又是怎麼樣的 給你鼓勵支持的呢 外民你這中媽媽很開心 你不肯勵喔 你去安全耶 對啊 媽媽很開心 讓你得獎 外民 你做部隊了 總幹事先 一定會煮於安全 要第一 嗨 玉文 很高興你能夠獲得 國軍楷模的殊榮 來成為國軍的表率 也很感恩跟你一起 在部隊打拼的弟兄 平常你在部隊忙於工作 現在寶寶也當出生了 家庭跟工作 讓你多費心了 儘管在訪忙 你依舊自律如己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加油加油喔 今天很有榮幸 因為他後搬了國軍楷模 看著他從青少年的青色 成長到現在 經過國軍的洗禮 才能成長著葬 變成一個大人的氣勢 政訓 國家有你 家庭有我 我們一起努力 好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 這一個家人的支持 的確的確非常重要 但是大家都有提到 當時怎麼樣去加入軍中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 如果沒有當時的決定 現在大家也看不到 這四位這麼多作為的國軍楷模 大家說是吧 所以我們先請大家來回想一下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加入我們軍力生涯 我的情形是 我已經考到 極速學院的機械工程系 就在報到當下 我前面一個剛報到結束 就是我是他下一個人 然後我就 走到這邊突然一個念頭 就是說 念這個好像對我沒有什麼幫助 我一來我就 掉頭我就走掉了 然後就剛好去陪的 那時候在打工的同事 就是他想去聽一下 空軍的掛彈兵 是 是什麼樣一個工作 然後我就跟他去 聽一聽 反而是我簽下去 那個人沒有簽下去 想說 既然都要當兵 那不如就跟爸爸一樣 選擇工兵 爸爸也是工兵 又 就一樣就先簽四年事看看 一直做到現在這樣 你現在應該會覺得說 當初這個決定是對的 對 因為你這個過程當中 應該一定比之前 你如果沒有轉頭 學到更多東西 對 比方說你這樣子 剛剛我們先有聊到 大概十多年的這個時間 在這當中 學習了相當多特殊的技能 對 那我會利用這個時間 再把那個學歷 再把它補回來 非常好 所以大家看到 在從軍中生涯當中 不斷能夠完成自己 對於本職學能的精進 對於學歷 在軍中都有一定 非常完整的這個管道 只要你有心 不怕你來讀 對 我們其實非常謝謝這個委民 持續的精進 對 也這個祝福你 能夠在學業上 快速地完成 你想要達到的夢想 對 所以其實這跟爸爸也有關係 跟當下自己的決定 也有關係 就在那個瞬間 他加入了 我們的國軍的陣場 那現在請教這個育文的時間 也比較久 回想一下 什麼樣情況之下 加入我們軍中的家庭 好 其實我在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有去參加大學聯考 其實我也去考軍校聯照 都有去就對了 都有去 那時候其實兩邊都有錄取 那因為自己本身的意願 所以那時候我是選擇去念 民間的大學 其實我爸爸 他還是其實一直 還是希望說我能重軍 所以我在大一的時候 我在學校看到這個 大學儲備軍官團的一個 招生資訊 那那時候我就想 好吧 那我就考考看 因為如果考上了 我既可以兼顧在外面大學的一個學業 那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在畢業之後 進入到部隊來服務 那也說也達到我父親的一個期望 所以那時候才會在大一的時候 就報考這個大學儲備軍官 是 那我覺得 其實這個是還不錯的一個制度 我可以在外面體驗大學生活 然後學一些不一樣的專長 那畢業之後 那我可以 我還是可以到這個部隊來服務 那把一些所學啊 貢獻在國家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活動 李卓 那你就是見證了我們這個制度 它的可行性 而且這樣運行起來 對於當事人來講 有相當大的幫助 是 好 我們謝謝這個育文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就問一下鄭訊 鄭訊 當然剛剛有講到阿嬤很重要 我們都知道 再來回想一下 當時加入軍中的這個情況 念高中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的教官 就已經有在宣導說 我們也可以去報考軍校 我看到兩位哥哥都有 對 所以我就想說 不然你就去念看看 對 因為也有考上就去念這樣 對 所以其實 其實鄭訊這個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阿嬤已經以這個孫子 從軍為榮 然後你這兩位哥哥的表現 你也覺得還不錯 再加上這個學校裡面也鼓勵 所以其實你是有點這個很自然的 去走上了這一條路 對 除了兩個堂哥對你從軍 有一些這個帶頭的作用之外 我們知道親哥哥 其實在所謂的後勤補給 就是當你忙的時候 是不是也提供了很多幫助 我們來談一下鄭訊你的哥哥 對你的從軍過程當中的幫助 我哥哥他目前是在 新竹科學園區當工程師 那就是有時候 我們有戰備演訓任務的時候 就是我可能家裡有事情 然後我可能就會打電話給他 請他可不可以排個假 然後回來就是家裡幫忙看一下 這樣子 那我哥哥他其實 他都會很樂意的幫忙 他就會馬上排假 然後就回家 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說 讓你沒有後顧之憂 對… 否則你這樣實在是鞭長末節 是 所以你今天這個國軍楷模 哥哥也要算一份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再問一下 玉璇 剛剛也稍微提到 爸媽也是很重要的 當時加入軍中的這個情況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 從小到大 就是… 父母是其實一開始是比較… 嚴厲的管教我 嚴厲的 可是到了中間 有一部分就是國高中的時候 就變得很叛逆 對 就會想盡辦法 爭取一點點… 故意要暢反調對不對 對…爭取一點自由 對… 然後後來… 就上了大學 但也沒有讀好 所以他們就覺得 就讓我去當兵 對… 讓… 部隊來教育我這樣 那你現在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成績啊 爸媽應該覺得 跟以前比起來 有脫胎換骨的感覺 有沒有 有… 對…他們覺得 這樣… 這是… 這樣的我是他們要的 就是穩定 玉璇他自己體會到 當時爸媽對他的苦心 不管花在你身上的金錢 花在你身上的時間 花在你身上的心力 我覺得你反而因為 從軍之後 你更加體會到 父母的這個偉大 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 我想這是玉璇這個例子 跟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歧視 不過現在你是國軍楷模 爸媽一定會以你為榮 好…我們也希望玉璇繼續努力 好…那麼接下來 我們最近有一個… 大家非常關心的一個主題 就是每每我們經常會遭到這個敵軍的飛機 在台灣海峽周遭的空域上面的騷擾 而且還不是只有一兩次 次數非常的頻繁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一方面從軍的過程當中 就會覺得說我們平常的訓練 在這個時候 我們內心的心態 一定會有所感覺 如果以民眾來講說 怎麼可以允許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一二再 再二三挑釁的情況 讓在我們空域上面騷擾 接下來聽聽四位 對於最近這些事情的意見 來韋明先跟我們來講一下 就做好自己的本物這樣 對 如果今天萬一開戰了 那我們勢必的就是第一個拿槍的 就是我們出發去迎戰這樣 對 就是不會讓他們容許 侵害到我們的每一步 沒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建設 我們這樣的一個心理的準備 那玉文呢 你對於最近我們平平的空域 被騷擾的一個情況 你的看法 那因為自己本身是屬於這個防空部隊 對 所以在這段期間 自己其實也是滿感同身受的 對 面對這樣的局勢 我們更應該就是隨時要保持一個 對敵情的一個警局 是 更要強化我們平常一個 戰訓的一個整備 對 我們做好的一個 隨時應變的一個整備 那才能去面對敵人的威脅 這樣才能守護我們這個國家的安全 我想有一句話可以展現一個決心 就是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是 我想這個啊 是可以代表我們守護家園的一個決心 對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心理上的一個建設 是 好 那正訓呢 就我們單位的性質而言 我們按照裝備維修下去做整備 以確保我們的妥善率可以應戰這樣子 對 如果真的有發生那個戰爭情勢的話 好 裕選 你這個是離敵區最近的地方 對 露眼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建築物了 我對我們國家的軍事 是覺得還蠻有自信的 對 要打就打 但我們也不是塑膠的 對 我們從剛剛四位的談話當中 我們知道他們當選國軍楷模這些優良的事蹟 你的確在各自的單位上面是不可或許的議員 更重要的是啊 咱剛剛在談話過程中也知道 家人鼓勵其實是在有最大最大在背後的一個推動 讓大家能夠安心的在部隊裡面工作 那尤其面對最近共軍經常性的騷擾 我們大家都把自己的本質學能繼續的做好 之外 大家的心理建設也開始慢慢去加強 包含在過去認為 從不可能這個貧苦的這一端 慢慢的往另外一般移動 這個是我們年紀輕的這預算 給我們這個感受 就是說的確這個現象持續的發生 帶給我們當然有壓力 但同一時間更需要就是給我們更強大一個推力 把我們現在軍中的工作能夠做到最好的 好 我們非常謝謝今天四位國軍楷模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軍中的榮耀事蹟 跟內心的心理事件 再次感謝四位的參與 也同時希望各位觀眾 下一次繼續收看我們的 我從軍 我驕傲 從軍讓我奪壯勇於挑戰 從軍讓我更懂得珍惜及感恩家人 從軍讓我不斷學習與成長 從軍讓我學會挺身而出 我從軍 我驕傲 今天錄完菊光原地 很高興擔任今天的主持人 在此藉這個機會 供我老婆說聲謝謝 辛苦工作又要照顧小孩 愛你唷 誒 宥林 今天難得上鏡頭 有什麼話想要說嗎 我也很高興能夠代表單位 擔任今日節目的主持人 感謝單位的長官給我的肯定 與信任 我也很謝謝我的家人及朋友們 一路上給我的支持與鼓勵 我也愛你們唷 節目之前到這 我們下週見 拜拜